HELLO 大家好,又是Gobi 今天會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箱子裡面的MT 說這麼快,我過了兩個月 對上的影片也很長,半個小時 希望這條影片也不用那麼長 裡面有Skin Care,有化妝品,也有Hair Care 如果大家喜歡看這些內容 或者想看我對於個別產品的用後感的話 記得要看下去吧 Skin Care就佔這裡的大部份 我們說了一些清潔的東西 首先,由下妝的說起 下妝的第一樣就是這個 叫做Gentle Cleansing Melt 就是Normal Dry Skin with Organic Bow 和Vanilla 像Cleansing Balm,但又不是Balm Cleansing Melt 裡面的質感很特別 還有少量 所以我給大家看 就是這些 這些好像...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類似GEL的質感 的啫喱 可以完完全地溶完整個妝 但我覺得用完之後 因為它是Normal Dry Skin 真的會有些滋潤感留在皮膚上面 和你平時用Cleansing Balm一樣 那你就乾手乾面擦上去 你擦上去的時候 其實香味是很香的 但是Vanilla味 甜甜的Vanilla味 很柔軟 我會用完整個皮膚 不太受得 為什麼會買呢 因為其實是送的 我記得這個是贈品 試一試 但其實那個感覺 用的感覺是好的 但如果大家是油性皮膚 我覺得太潤了 但乾性皮膚的人 應該會很喜歡它 因為你過完水 它依然會感覺到皮膚是油潤的 那它又不是說過不走 即是洗得不乾淨的那些 因為我試過用完它之後 再用Face Halo抹 其實它都下了妝 但那個滋潤的感覺 還在皮膚上面 我自己就未必會再買 但這個我覺得 是prefer dry skin的朋友 是會用的 這個用的感覺其實是不錯的 好 另外一個Cleansing的東西 就是Cosawex的這支 Low pH Good Morning Cleanser 這個是一個Gel Cleanser 本身就是一個透明的啫喱質地 它都蠻容易起泡的 但又不會說用完之後 臉很乾 它比起Hermish Hermish我覺得比較清爽 這個就不太清爽 我自己就比較清爽 所以我比較喜歡Hermish 那支Green Foam多過這一支 這支我都不會再買 但OK 中規中矩的 接著的Tona Tona其實是花水 這個也是我最喜歡的品牌 Floy Hanna 但是第二個 花水的氣味 這個就是Linden Linden 即是葡萄鹽 是幫助消炎 它也是很大的herbal味 有點像中藥材的味道 我也不太喜歡那個味道 所以也不會再買 我也是用了我平日的大麥士甲 無櫃花水 這個也試一試 甚至試一試的香味 那不夾的話 我就不會放了 這個已經用到完全全都用完 這個就是 Ebion's Latic Plus 的一個 Retexturizing Lotion 其實是一個它各質的產品 這支完全全都用完 但它其實用了很久 每一次也不需要用太多 其實有分很多的強度 它這個有角質的產品 它有Light 有正常 又有Plus 那我呢 因為是暗瘡 又性皮膚 所以我自己是用Plus 在你洗完臉之後 只有一顆青豆 差不多大的份量 然後在你覺得 爆暗粒發得很厲害 你那些角質很厚的地方 就塗上去 洗完臉Toner之後 塗上去 那你會感覺到 它是刺刺的 而且氣味都很大 都很大的 但氣味之外 很接受不到 而且也不會在皮膚上 所以我覺得OK 那你塗上去吧 等大概15分鐘之後 才好做你自己的保養程序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很好用的 那我除了這支之外 其實我已經有一支 但這支是Sport的 我就買不到Plus 我去開了那間店 就只剩下Sport 最強的強度 都是只剩下Sport 那這支我現在用 那這支就已經用完了 幫你代謝角質 令到你那些暗粒 黑頭那些地方 沒那麼嚴重 那我都覺得每次用它 都是很有效果的 所以這支也是會回購 你看我買一支Sport 但其實我自己就 prefer Plus 多一點的 那我就先用完 先看我用完Sport 再決定買 Plus 還是買Sport 但我感覺上 我覺得 Plus 那個強度再強一點 Sport 比較溫和一點點 但都是給我暗瘡品 如果大家有這些暗粒 暗瘡 黑頭問題 都可以看一下 Epience這支 Retexturizing Lotion 會回購的 接著有無限這麼多包 Foxelix的這個暗瘡貼 長期長期都是有很多存貨在我手上 這個也是我用過最好用的暗瘡貼 算是在你擠完那些暗瘡 有些龍 有些血水 你就在上面蓋著它 它幫你吸收 整理的龍 那些髒東西出來 就不是給你好地地 沒有傷口的時候 就去貼 它純粹是幫你吸走裡面的髒東西 所以是在你 如果有一些暗瘡 是剛好你擠了 你就貼上去 它幫你快點復原的 這個就是不停回購的一個Cosalice的暗瘡貼 添了兩盒 Baby IB的面膜 分別是Ujavid和Hardleaf Hardleaf是我一直都會回購的 其實我都已經有一盒新的在手 因為其實成份十分之好 我已經拍過一整條影片 去講這個牌子的特別 其中三款面膜 成份十分之好 我覺得可以當平時大家的日常保養 不是重點保養 不是你真的有空的時候用來敷臉 而是你平時都可以當這些面膜 做平時的Skin Care Step 因為成份真的完全是安心 我自己看到效果很好 就是Calming的這款Hardleaf 它的魚腥草系列 美白我還沒看到很多 但是這款面膜 敷上面的感覺十分之好 還有香味也是十分之好的 柚子味不是一些 essential oil的柚子味 裡面是放了柚子葉的絕取的extract 就不是 essential oil 如果大家有 essential oil敏感的那些 其實也可以考慮一下 因為它裡面沒有放到這些東西 但就有那些extract的 美白就是這個 舒緩就是這個 舒緩我都會不斷繼續買 我覺得真的很容易 那也是推介給大家試一下 那我最近推介給很多朋友 大家都好像覺得蜜糖是好一點的 那我自己就是有整皮膚 所以蜜糖對我來說 有點滋潤的 那可能冬天才會用 但是呢 日常呢 我是喜歡用Hardleaf 魚腥草這款的 那些好了 有防曬 但這個防曬呢 我不是用完 我是要丟 因為其實有些expire嘛 那你就是時候要丟掉它 這支呢 就是Hurber Fever的一個防曬 SPF30 這個brand的防曬有兩款 有一款是小銅色用的 就沒有加 essential oil 那我這支是大人用的 就有加 essential oil的 有一陣 lavender的味道 那它有SPF30的 裡面用的 active ingredients 就是SYNC OXA 20% 那本身呢 我也是被SYNC OXA 20%吸引 那我就買來試 但是呢 結果呢 我就覺得也是太厚啊 我自己覺得 那它呢 塗給大家看 那這個塗開呢 它呢 會有少少 絕啦 那它你見到 它延展性其實都還可以的 我覺得 但是呢 它也有少少厚重的 我自己覺得 那你推開吧 去到差不多 延展性中規中矩啦 但是它的 essential oil的味道都挺厲害的 那它塗完出來呢 其實呢 你就會感覺到有些東西在上面 就是它不是完全無感的 就跟我自己喜歡那個質感的防曬 有少少差距 那所以我都比較少用它 因為呢 我覺得有點厚 那 但是呢 其實呢 它塗開了你真的給它一點時間 它那一陣子呢 其實呢 都會有少少滋潤度 但是呢 它不是油膩的 那它是OK的 但是真的要給它一點時間 去休息一下 那這一枝呢 因為 各種各樣的因素 令我比較少用它 所以如果你說我比較喜歡賣呢 我就覺得 打乾肌的朋友可以考慮一下 我覺得成份都是安心 香港又容易買到 就是因為它有地鋪在成份 那些地方 或者有一個代理商 有入到這個牌子的 那它是比較上容易賺 但是我自己就 更加推薦一些水感一點的防曬 那我之前拍過一條影片 我推介的那幾款 那大家可以回到這裏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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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覺得很... 用的時候感覺很好 那所以我就未來會再買這個 之後呢 就是這個 這個是Everyday Face的 Everyday Spot 這一枝的 Tinted Sunscreen 那它呢 就是SPF30 那它有一個小小色的 其實呢 我是... 很想喜歡它 因為它的質感其實是挺好的 這枝 那它你看到有一點點顏色的 那 我塗出來給大家看 其實它的質感呢 都挺airy的 就是... 我這裏有一個... 紅點啊 因為前排煲竹 就給我一些竹彈的 有一個紅印在那裏 那就可以試試看了 那它的遮瑕 其實呢 它是一個很薄很薄的遮瑕 一個... Tinted的防曬 SPF30 那遮瑕說真的 是低遮瑕的 那它塗完出來呢 其實它的質感呢 它的延展性很好 而且它的質感其實有點像mousse質地 那它的mousse質地呢 我覺得是挺舒服的 而且塗完出來呢 你會覺得皮膚是... 有一點點水感 但是呢 亦都會有一點點油潤的質感 那其實用這個質感呢 其實是挺舒服的 我覺得如果乾性皮膚的人會喜歡它 而且你的皮膚沒什麼瑕疵 要遮瑕 又或者用它來做些打底都OK 因為它的顏色其實不是說... 很會... 即是給你很多顏色 那你說它是否一個很好的... 修飾皮膚色澤呢 那它不是 因為純粹是一個很淡的... 膚肉色給你 但這個膚肉色呢 也不會令你的皮膚變色 那我相信是很多... 不同的世界的人都用到 因為其實是很淡的 那它也有一點點Citrus的味道 其實也挺香的 唯獨是有一點靚 就令我... 因為我有整皮膚嘛 我就不可以太過靚 因為我之後還會上粉底 太過... 太過油... 太過油潤 我就不太喜歡我的防曬 那麼油潤 如果不是呢 這個我覺得其實乾肌皮膚 又沒有什麼遮瑕的話 又或者你不當它是粉底 其實用來打底都挺好用的 那它裡面呢 都是有這個20%的SyncOxid 所以其實我覺得是OK的 只不過是有些... 油潤呢 令我覺得... 嗯... 一般的這個位置 如果不是呢 我是喜歡的 因為整個感覺 塗出來其實都挺舒服的 那你不要預期它給到任何的遮瑕 它是沒有什麼遮瑕的 你看到嗎 我的膜... 我的膜還在 它遮不了什麼的 但是我覺得呢 乾性皮膚真的可以考慮一下它 而且如果你是... 嗯... 沒有什麼要遮瑕 又可能大家... 平時去上班 你平常不塗粉底的 就這樣外出的 這個呢 也是一個挺好的 沒有white cast的一個防曬 所以我覺得其實都OK的 這個 只不過是... 油潤那一下呢 油性皮膚的朋友呢 就要選一下了 好耶 那麼就講完皮膚了 那我現在呢 就講一下 臉皮膚了 臉皮膚呢 我就講過... 我覺得有一點點雷的 東西 這個雷到呢 其實我就用不到 因為這支呢 我弄了很多 這個呢 是一個包裝的類似 令到我 真的沒辦法再給它更多機會去用它 那說的呢 就是這一套 這一套呢 是 Original Smearable 一個洗護產品 他們的Mai 的一個 Daily Vitro 的Shampoo Conditioner 深色一點 這支就是Shampoo 這個就是Conditioner 那首先呢 其實它本身是打直擺的 這樣打凍擺 它的蓋呢 都是這些呢 黑的斜蓋 但問題就是呢 它的瓶是很硬的 那所以呢 我是怎樣椅子呢 我都椅不到裡面的東西出來 那我呢 用的時候呢 真的超辛苦 而且呢 洗流水都還好少少 我都可以用多一點點 但都是呢 這個瓶太硬 我簡直是 搞不出裡面的東西出來 那還有它們的方法呢 裡面都比較偏稠 它真的不是很稀的洗流水 那樣呢 偏稠 搞到我呢 在洗手間裡 真的超麻煩 我特別是用過護髮素 我已經是倒轉擺了 我已經是倒轉擺在洗手間裡 它也是要呢 我拆開了它 我是要 我都椅不到它出來 所以呢 我用了兩回合 我都是用不了下去 那這個決定是要 要丟我 我覺得 我覺得 就算那個產品硬好 放了進去 那些更不 user friendly的瓶裡面 真的浪費了 其實我用過一次洗頭水 那樣東西 其實都ok的 如果你是 真的沒有漂染髮質 因為我現在漂染了 就需要更加多的滋溶 那這個呢 對我來說 現在未必夠 但其實我Version頭髮的時候 其實是ok的 即是產品是ok 但為了少了配件 真的有點難去處理它 所以用的時候很麻煩 我就很少觸碰它 所以我也不會再用了 好了 說了一些雷的 都說了一些好用的 好用的就是有兩個介紹給大家 兩個都是iHerb買到的 那我先說了這個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就是attitude 他們的一個 叫做anti-pollution的shampoo 那它呢 就是nursing & strafening的 那味道就是grape seed oil 加olive leaf 那綠色這一隻 那它呢 那這一支洗頭水 我覺得是ok的 因為我用完之後 我又不會覺得頭髮很乾 因為洗頭水我高敷一塊一點 而且我普遍選擇洗頭水 我都比較喜歡清爽 deep cleansing的洗頭水 就是我不介意它說乾身一點點 因為我後面下的護髮素 我會放一個很潤的護髮素 所以洗頭水呢 我不介意它說乾一點點 那這個呢 就是洗完出來是適合的 我不覺得頭髮很乾 但是呢 我也覺得頭髮清爽是乾淨的 那這個是我覺得不錯的 我都用完整支了 那個味道呢 這個grape seed olive leaf的味道呢 就是floral一些的 它不是herbal的味道 它是floral的味道 那這一支呢 是特別為dry and damage hair的 類似我這些鐵線的頭髮 很粗的 而且都比較容易frizzy的頭髮 大家也可以試試它 而且呢 留意一下 我是喜歡乾一點的洗頭水 再補一個潤一點的護髮素 所以這個呢 可能會比較乾身一點點 如果大家 即和我差不多這個髮質的話 就可以考慮它 我覺得是一個deep cleansing 又不至於stripping 但是是乾淨的 是舒服的 使用出來的感覺 那這一支就是不錯的 同樣地不錯的呢 同樣地不錯的呢 也有這支 那這支呢 是沒有味道的 這個就是desert essence 它們一個vagrant free的 shampoo 這個是透明的洗頭水 它有一點微黃色 那就沒有味 完全沒有味 原材料的味道沒有味 它沒有加任何的flagrant 如果大家真的很對這些香料敏感呢 你知道有時候我們頭皮 都是比我們的面部皮膚更加脆弱的 有時候頭部皮膚 所以有時候我都會選一些 沒有味道沒有香料的洗頭水 去來一個cleanse 那這個呢 也是不會說太過 潤 但是清爽 乾淨舒服的一個洗頭水 因為剛才我說的一件事 我不喜歡太過潤的一個洗頭水 但是我都希望頭髮完全是乾淨 最好就是柔軟 但是呢 就是舒服乾淨清爽的 那這個呢 就答到那樣的要求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可以看看它 同一個品牌 其實我都很喜歡Raspberry的味道 Raspberry的味道 就是多一點光澤感的 那這個呢 就是平日 看看你要求是什麼 這個是一個很基本的 清爽乾淨舒服的洗頭水 好 之後也是Desert Essence的Oval Care 這個呢 也是用完的一個 Coconut Mint的牙膏 那這個牙膏呢 就是偏向軟一點的牙膏 那它的用量會比較多 而且有一個淡淡的 一個mint的味道 不是很overwhelming的 而且它的基礎是椰子油造基礎 所以呢 是用量比較多 你看它擠出來 可能都會比較軟 總之沒有平日你用開的牙膏 那麼結身擠出來一條 那它可能會比較融化一點點 溫和 而且呢 令到那個牙膏呢 沒有那麼厲害 我自從用了這副牙膏之後呢 我覺得我的牙膏呢 因為之前是酷飲色味呢 有時候那些 在牙上上了一些 粒粒 就是黏了一些 那些貼上去的時候呢 那些位置很容易放一些 不知道是我喝咖啡一茶 那些喝得多還是什麼 很容易放一些污漬下去 但我自從用了這個之後呢 那些牙膏的問題呢 甚至拆了我的貼上去 牙膏問題也少了很多 所以我這個呢 我會繼續買的 因為有很多支 在家裡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呢 就可以看看它了 好 Made Up呢 就有眼線筆 就跟大家說一下 那這支眼線筆呢 就是 Dial Horace的一個眼線筆 那這個眼線筆呢 那這個眼線筆呢 是啡色來的 那這個眼線筆呢 其實呢 它真的不脫的 很長的 那這個眼線筆呢 這支眼線筆呢 是一個 Brush Tip 不是Felt Tip 不是毛不闊 方式來說呢 還未及我 很喜歡用的 Avianne 那支 Julia Jolie 畫得那麼順 還有有一點點滑出來呢 它呢 像 Side Pen筆的 那個 那個滑出來的線條 沒有那麼 實 沒有那麼 油滑 那個方式 但它不脫的 也是一個好處來的 那唯獨是一個很大的重點呢 就是呢 不知道為什麼呢 它是有少少少 Teky的 就是畫出來有少少 Teky 那我這些眼的人呢 其實我這些眼是內雙 即是我的內雙眼皮 即是我的內雙眼皮 即是我有少少少重疊的 那個眼皮 那有些我有時候畫 那些內褲子的位置呢 你畫到很貼 然後你的上眼皮 碰到下去呢 不知道為什麼呢 它好像黏了雙眼皮膠紙 那些東西 有少少Teky 黏了下去的感覺 那唯獨是這個位置 我是不是很喜歡的 否則呢 其實它也挺stay put 挺long wearing的 那唯獨是呢 那一刻黏了下去 我都很辛苦 有時候好像有些膠水 在眼上 那樣 所以這個我也不會再買了 所以它是long wearing 但那個感覺 我就覺得一般 所以我就不會再買了 好了 之後就是這個 Ladelle的Stroke A Brow的一個眉筆 那它是科學毛筆的一個眉筆 那它的顏色呢 就不是很厲害的 因為我這個是Taupe 顏色就是最淺的顏色 那它最淺得來呢 其實都會上到食感 所以如果大家是漂染的頭髮 就像我現在這些 這樣染得這麼淺色 其實用它是剛剛好的 那但是我回到市呢 它是用得很快 很快 乾乾 那我想我用了差不多 三四個月之後 它已經沒有什麼默出了 那就是這樣 其實是坐下它 都不會覺得它有東西畫出來 那乾得很快 是它唯一的缺點 如果不然其實是挺好用的 那我也在想 可能日本牌子都比較多 這類型 那我會再找一下 product wise 我覺得這個performance 是挺好的 就是你畫不出來 那個糖味是很自然的 那如果大家不像我這些 我這些很多眉毛 有很多眉毛 那些眉毛也有很起眼 很角的毛的顏色 的話 用這些呢 就很自然的畫出來 但是如果大家是可能 眉毛比較弱一點的 那用這個呢 其實都可以 去避免到那些眉毛的毛髮 就像一個畫出來的眉毛 那樣的質感 其實是很漂亮的 那但是唯一的 真的很快乾 那我想如果要保護 那我想我每三個月 我要買一次 那可能一次 我會買很多枝 那我也要看看 會不會有其他選擇 那還未會再買 那這枝呢 我覺得是挺好用的 是快乾一點 然後最後三件呢 都是粉底 Rachel Wine的粉底 那這個是一個 迷你試用的尺寸 那我用的顏色 就是M01號色 自然色 那我這個全色的女孩子 就是M01號色 那其實我也說過 之前其實我用過一整合的 那這個是一個mini尺寸 那我也用完它 那它來到這些 那就是這麼小的尺寸 就可以讓你試一下那個顏色 那因為 其實我開始接觸這個牌子 我是用了這些先的 那試了選對的顏色 我就去買全尺寸 其實我已經用完整合的全尺寸了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 那就可以看看 我之前可能出過一條 化妝的影片 和大家一起試上面的 它的遮瑕很好 還有是防水的 那如果大家是喜歡化完妝 那不用怎樣理 它又很持久 如果真的需要長筷子的話 真的Rachel Wine的粉底是不錯的 而且它就算出汗 都不會怎樣脫妝那一刻好 Rachel Wine的粉底 其實它是日本孩子 只不過呢 日本的網 我就不懂得看那些日文 不知道怎麼寄過來 那我就在台灣官網訂過來的 那如果大家有趣 可以試一下它們這些小的尺寸 去選擇顏色 而且它的體驗組 有一支 有一支很漂亮的 Kabuki掃 我想說質感十分好 如果大家有興趣 真的可以去試一下 它一早這樣賣 有多幾隻顏色的粉底 給你試 一早體驗套裝 這個我覺得很值得入手 這個小的Kabuki掃 對 喜歡的 回購的了 已經有一盒 有一盒新的Rachel Wine粉底 在我過季 對 這個會強頂的 之後的兩個Cushion盒牌 其實都分別在我的五件 最值得都說過 我就快快說 這個是Corsize的Blemish Cover Cushion 粉底是十分之耐用 因為它用一點可以遮蓋很多 而且它的遮蓋是十分之好 用一點很足夠 我現在這個是21號色 其實我應該是23號色 比較貼近我膚色 我都把五件最值得的影片放在這裡 大家有興趣就按回看 我到時 即是我那一刻 上面的時候給大家看 我那支皮膚還要比現在更差 它是遮蓋得很好的 那個質感出來 是一個比較 Natural Glow的皮膚質感 你說是不是很自然的皮膚質感 我還未至於的 我覺得都會有一點點 即如果你重手 這個粉感 即是化妝的感覺 是挺重的 但其實它是用很少就夠了 即是不需要太多 所以這個是很耐用的 那如果我會不會再買呢 其實我未必會再買 因為我比我比較喜歡VT這個 那我不如再說一下 VT這個它自己的粉底 是比較水感一點 煎樣一點但薄一點 它的遮蓋也沒有CorsXD那麼好 那這個其實我也介紹過 也把那條五件最值得拿回到這裡 那大家喜歡就看 那個遮蓋是medium遮蓋的 這個是medium-full遮蓋的 那這個呢 這個質感塗出來 就會比較再薄一點 透明一點 這樣 但真的不用很多 所以你說兩個來講 我比較喜歡這個 因為那個質感出來 那個光感 皮膚的質感會看起來 會再自然一點的 那就是這個 而且它也挺保濕的 成分也不錯 那這個會有一點直靈 那這個就沒有了 所以我也挺喜歡這個 那我想我會保持一個case 裡面就丟掉那個粉心 或者會再買這個 那兩個來講 我就比較喜歡這個 對 那這就是今次的empties的所有產品 那如果有些什麼不明白的話 個別問題 歡迎在這個影片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我一直都是找很多 natural organic beauty 又或者是safe beauty的東西 給大家看 那如果大家對於natural beauty safe beauty 有興趣的話 那記得留意我這個頻道 去我頻道看看其他playlist 還有不要忘記訂閱我這個頻道 給我一個like 說我知道你喜歡看我的影片 那今天的分享就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有一個開心愉快的 真正的假期 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 我們下次再見